以前开玩笑就说如果将来混不下去了 请送我到迪拜捡垃圾 作为中东的土豪国家 这里的人民生活的确不是一般的土豪 根本不存在捡垃圾一说 因为这里的福利待遇简直太好了 估计这里有豪车梦的人极少 感觉满大街都是豪车是跑车 今天就来说说迪拜的警车 像法拉利FF迪拜的女警巡逻车 500多万的价格令鼎跑车 6.3升12缸V型引擎 17缸17升的油耗 660的马力阿斯顿马丁万七七 全球限量才77台 179万美元的天价 迪拜警车中就有简直惊呼太有钱了 雪佛兰科麦罗SS 价格相对于阿斯顿马丁便宜很多 但是拥有6.2升8缸V型引擎 动力感十足 当然还有奔驰SAL SAMG 宝马在这里档次都算低的 警察叔叔们根本不屑一顾 最近最酷炫的警察局换了一辆布加迪威龙 敞篷版的布加迪威龙限量生产150辆 这么小的产量不怕没人买 只怕有钱买不到 2003年产的布加迪ZB16-4 搭载的W型16缸发动机 能够输出1001把力 是全球功率唯一超过1000马力的跑车 这跑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车 售价高达75万美元 与之相匹配的中东另一个超级土豪国家 阿布扎比 这里更加酷炫 据说出租车都是一片一片的豪车 简直比迪拜更加夸张 当然这里的警车也是一六号车 局外媒报道 近日阿布扎比也换新警车了 限量版超级跑车 Lycan Hyper Sport 中文名狼仔 这个是2012年成立于黎巴嫩的 W Motors限量生产的跑车 全球只有7台 该车大量运用奢化材质 车身很多地方用钛合金和碳纤维材料 头灯是钻石涂层的LED大灯 座椅金线缝制 2015年天津车展上 售价高达1077万美元 该车百米加速2.8秒 速度也是相当的惊人 欣赏完了这两国家的警车 小便想说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再者小便猜想 在这些国家犯罪成功率应该不大吧 警车速度这么快 犯人逃得掉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